大家好我是小七 现在给我这个同事去他家看一下那个阴胆蓝猫 然后今天的话刚好三十天左右满月了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小蓝猫非常可爱 给大家看一下这些小包 你都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方式 有七只 它是最小的一只阴胆蓝猫 它咬不咬人呢 这个是母猫 就是这个母猫 一个它下了七个崽 这个猫最小的 是不是吃的不好 不是吃的不好 这个怎么这么大 那个怎么那么小 这个是最后一个出生的 它就是最小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猫粮都是在这里 这些都是猫粮 猫沙弄得好好 这里全部都是养猫的东西 这里也买了很多这些猫粮 点猫吃的 这里有一二三四五五只 还有两只 超级可爱 喵喵喵喵 这个的话比较脾气 比较僵一点点 哪一个 就这个 这个 你还捆得清呢 一二三 哦 现在都到齐了 七个给大家看一下 好 前面过来 来 这个猫包也过来 这个最小的就是最后一个出生的 像这些大的它是先出生的 也又不听话 到处烂跑 这个阴胆男猫的寿命的话 一般是12年到16年的寿命 它寿命还是比较长的 在猫内 这个阴胆男猫的话 有的叫阴胆猫 因为这个猫的眼睛的话 它是蓝色的 所以说又叫它阴胆男猫 是这样来形容的 这个猫可以下一到八个仔 多的话可以到十个 但一般常见的话是四到六个 这些猫的话 一般这种大猫的话 生完了之后 一个月就可以继续怀孕 但是怀孕的天寿 一般都是62天 这个基本上是两个月 这些猫就可以 顺产了 它这个是母乳的 一般的猫两年生三次 或者是两年五次比较好 要是一年生个三次四次的话 对这个母猫的寿命 将会有所影响 这个大猫 从那个12楼摔下去过一次 摔完之后又没事了 以为摔完之后摔伤了呢 结果在楼下去找它找到了 一点事都没有 这次生呢 我朋友说就把它绝孕了 就不让它再生了 担心它的寿命 这个母猫厉不厉害 一个母猫下了七个崽 看到没 它眼睛是蓝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最后一个出生的 长了一个月 还是它是最瘦的 害怕啊 看到没 这个是最瘦的 这个 这个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是怎么 每天怎么护理它的 就是每天 上架行回来 第一时间要剪柴 要躺在身上有没有 就毛比较厚的地方 这个的话就长血了 然后就是每天 泡一泡羊奶 然后就给它们 大抱猫娘这些 就给那些小猫咪喂喂奶 这房子的空间 大家看一下 比较小 所以导致我一进来的话 就闻到很大的一个异味 就是说白天的话 也不敢把这些门打开 打开的话 就怕它跑到外面去了 大家觉得这个 鹰胆男猫怎么样 好不好看 等它再长大一点的话 一般两到三个月 就可以送人了 两三个月应该还会长大一点吧 还会长大一点 但是的话 我觉得它照顾的挺好的 大家对这种养残方式 有什么建议 可以在评论群留言